武汉代言 全球确诊人数破9万 南韩3号确诊人数再创新高 单日暴增了851人确诊 全国确诊人数已经攀升到了5186起 死亡人数增加到了29例 而在重灾区大秋掀起口罩之乱 竟然还有确诊的患者跑去排队抢购口罩 首尔也是几乎全面沦陷 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爆发了院内感染 而南韩总统文在寅为口罩短缺 向全国人民道歉 并且宣布投入约7500亿台币 政府机关24小时戒备 向疫情全面开诊 武汉肺炎疫情席卷南韩 重灾区大秋的邮局口罩开卖 半个小时就抢购一空 一名确诊患者也跑来排队 还向记者抱怨买不到口罩 旁边的民众听到两人对话 赶紧打电话报警 将男子送往指定医院隔离 南韩各地频频出现口罩之乱 总统文在寅也向国民道歉 文在寅在内阁会议中宣布 政府所有部门进入24小时的紧急戒备状态 并且投入30兆韩元 约7500亿台币 向疫情全面开展 疫情严峻 新天地教会99%的成员 已经完成检疫 大秋教会的确诊率高达62% 首尔也几乎全面沦陷 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 还爆发院内感染 为了解决医院病床不够的问题 有三星秘密基地之称的人才开发院 也变成了韩版的方舱医院 民众担心搭上失速列车 首尔开往釜山的高铁 整班列车900个座柜 却只有40名乘客 仿佛电影的情节真实上演 陈玉玲编译